你有听说过 有人娶自由女神像的故事吗 或是有人娶了柏林围墙的故事 俄罗斯一位24岁的妙龄女子 嫁给了自己心仪依旧的公事包 根据Lab Bible的报道指出 一位名为Rain Gordon的女子坦诚 她从8岁就开始对物件有兴趣了 她认为身边的任何事物 都是有生命 有灵魂的 比如说在她10岁的时候 她就喜欢上了居住的城市里面的 一家刚开幕的商场 这个会不会有一点大呀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 她跟她的公事包的爱情故事吧 Rain表示2015年时 第一次在五金行 见到自己暗恋的银色公事包时 她帮公事包取名叫Gideon 从那时候开始 这一对人包情侣党 时常在晚上一起聊天 很进行有哲学性的对话 但Rain说 他们的交流方式 就像是心电感应一样 不过从外面看 有点像是她自己自言自语 而虽然Rain跟公事包Gideon 谈恋爱 但她其实在2017年 有和一位人类男子交往过 而这段人人恋的关系 持续了两年 但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这位人类男友 发现了她对物品的爱 怎么好像有点绿绿的 而我们的Rain小姐 就被迫在公事包Gideon 和连名字都没有的人类男友之间 做抉择 结果连想都没想 直接选择跟公事包Gideon 继续恋爱 到了去年6月时 Rain在朋友的帮助下 在网路上办了一个网路婚礼 将人包恋做一个升华 于是人包恋在去年10月 在一间饭店一起步入了婚礼 虽然知道 这没有任何的法定效力 但Rain还是觉得很幸福 Rain曾表示 自己是一位泛林论的人士 他相信任何事物都有生命 不过呢 从乡名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一种恋物癖啦 恋物癖指的是 某人对无生命的物体 产生的吸引力 或者是有情欲的感受 就像是Rain的人包恋 还有一开始提到的 取柏林围墙的案例 所以我也可以取自己的飞机杯咯 美国科罗拉多州 有一家人近期被赶下飞机 因为他们的两岁女儿 不想戴口罩 12月11号周五时 Alice Warburn和老公 带着宝贝女儿 搭乘联合航空的扳机 要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飞往纽泽西州纽华克 在机舱内坐定之后 女儿因为不想戴上口罩 使得他们最后 全部被赶下飞机 Alice用手机录下事发过程 并上传到了社群媒体 之后迅速在网路上爆红 影片中可以看见 当Alice要替女儿戴上口罩时 女儿就会污住口鼻 表示她不想戴 接着换爸爸出马 但是女儿还是不肯乖乖配合 最后机组人员上前来关切 并要求他们带着自己的行李 准备要把他们赶下飞机 此时爸爸仍坚持在航程中 会用口罩遮蔽女儿的口鼻 但机组人员仍然请他们下机 最后这对夫妻 只好勉为其难地配合 Alice告诉美国的福斯新闻网说 这起事件真的很伤人 而且非常羞辱人 Alice表示 他们是联合航空的贵宾会员 所以已经搭乘过许多次 甚至在疫情爆发期间 还曾经带着两岁女儿搭机 她表示两个月前 他们才刚搭过一次 因为全家人都住在东岸 但这一次却截然不同 航空公司人员从一开始态度 就不太友善 上飞机后 空服员问他们孩子的年纪 并告知他们的女儿 已年满两岁就必须戴口罩 坐定前 空服员就先把口罩交给他们 之后空服员就没再说过一句话 只是来回走动观察 这对夫妻的一举一动 Alice说 接着就有一位主管出现 告诉他们必须要下飞机 而全程他们只和空服员交谈过一次 寄送给福斯新闻网的声明中 联合航空的发言人表示 员工和乘客的安全以及健康是首要考量 因此公司制定了许多配套措施 包含规定飞机上年满两岁者 强制佩戴口罩 联合航空在声明中提到 这些程序不仅是遵照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与合作伙伴克里夫兰医学中心 所发布的指南 也符合各大航空公司的政策 好了 这期事件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对于某些人来说 放下过去是很难的一件事 像是这名新娘 看见了前男友出席自己的婚礼 激动到歇斯底里的咧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新娘在婚礼当天 应该都是要开开心心的 而这名女子却是哭到昏倒 根据印尼罗潘报的报道指出 婚礼办在上周六12月12号 地点就位在印尼西努沙登加拉的东龙目线 这部影片在社群媒体上爆红 影片中可以看到一对新人在台上办婚礼 突然有一位身穿黑衣的男子出现在画面中 这位男子叫做Adrien Hidayat 小名为Dayat 而其实他大有来头 因为他是新娘Aulina Elphia Lestari的前任 Daya接着走上台要祝贺新人 想不到新娘突然痛哭流涕放声尖叫 新娘亲友见状赶紧把Daya请下台 并试图安抚新娘的心情 但或许是太惊讶导致情绪溃提 新娘甚至当场昏倒 根据罗潘报的报道 Daya表示他为这起事件向新郎的家人道歉 他坚称自己不是来闹场的 收到洗帖之后就已经放下过去 并决定到场祝贺自己的前女友 此外新娘Lestari坦言 他有向老公和家人道歉 他告诉罗潘报说 他已经向丈夫道歉 特别是南方的亲朋好友 他坦言当时自己已经吓到神志不清了 Lestari的老公Daddy Carriadi也认为 依照当时的状况判断 老婆其实无心犯错 老公也分享自己是真心想和Lestari结婚 没有人在背后强迫 也不是刻意安排结婚的 Daddy表示现在一切都很好 老婆很棒 家庭很美满 他也知道当下老婆不是故意的 嘿 乡亲们 如果你最近刚好准备要结婚的话 是不是应该确认一下你和你的anada 都已经放下前任准备步入婚姻了呢 或是干脆不要邀请前任出席婚礼好了 CNN与独立调查机构Bellencamp 吸手调查并研究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政治对手纳瓦尼 到底是如何遭到神经毒机诺维乔克毒害的 CNN表示 他们取得俄罗斯国内的通讯记录 航空以及饭店记录 在记录中留下了俄罗斯安全局 FSB数名特务的行踪以及通讯记录 其特务在8月时 下毒暗杀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根据CNN的报道 纳瓦尼以及他的团队 先前就遭到俄罗斯安全局的监控 而且安全局的毒素及神经毒特组 在纳瓦尼遭到毒害前就开始追踪他 在纳瓦尼遭到毒害的前一晚 在他居住的旅馆附近通信基地台留下 参与暗杀行动的其中一名特务的通讯记录 报道表示 独立学家认为 纳瓦尼在当晚就被下毒 纳瓦尼曾经说过 他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 不过在当晚 他迪套在他回到客房之前 有喝了几口难喝的鸡尾酒 独立学家表示 纳瓦尼遭到诺维巧克毒害 而且毒物很有可能 预先被喷在客房衣柜的衣服上 枕头或是洗发镜上 印度瓜料尔市一名九岁女童 日前动了六小时的脑部手术 但她竟然还能在手术时 一边弹钢琴和打电动 根据VICE世界新闻报导 这名叫做Samya的女孩 长期深受脑流之苦 而引发癫痫发作 根据刊登在UNILED 由印度亚洲国际新闻访问的报导 医生发现 Samya的癫痫发作频率越来越高 她对治疗的接受程度降低了 另外根据脑部断层扫描结果显示 她脑中的肿瘤也越来越大 医生决定动手术 取出Samya脑中的肿瘤 但是在手术之前 医生认为在手术中 如果让她失去意识 可能会伤及神经 因此Samya是在清醒的状态下 完成整个手术的 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 Samya在手术过程中弹钢琴 这种手术程序 叫做清醒开颅手术 需要仰赖器材 协助医生监视他们的动作 其中一名负责手术的医生 Abishek Chohan 确定孩子不会感到疼痛 因为在她动手术的部位 注射了局部麻醉 在手术过程中 医生也一再确认她的反应 根据Chohan表示 这项手术是第一次 失作在孩童身上 问到Samya是不是真的在弹钢琴 还是只是弹着弯 让医生监视她的动作 Samya坚持 她可是真的在弹钢琴喔 她说 在六小时的手术中 她大概弹了五小时的钢琴 巴西一名女子 某天晚上 在她家附近广场 摆设的耶稣诞生灶景 发现了马槽里 有个可爱的惊喜 不是耶稣宝宝的雕像 而是一只可爱的毛孩 睡在马槽里 Nadia Rosangela 告诉关注动物权益的网站 《肚肚鸟》说 自己很惊讶 能看到这么美丽又纯粹的画面 现在还不清楚 这只小狗是从哪来的 不过Nadia认为 这只母狗很显然 是在一段时间之前 就被遗弃在广场了 由于没有狗狗的容身之处 这只小狗只好把 耶稣诞生的布景当作避难所 Nadia看了为之动容 决定要帮助狗狗 由于不能带狗狗回家 于是他就拍了一些照片 和朋友 以及当地的动物爱好者社团分享 Nadia的朋友 找到狗狗后 把他带回家 不止这样 在占据马槽之后 狗狗也找到了新家和新家人 《肚肚鸟》报导 Nadia表示 知道它现在是安全的 我感到非常开心且平静 虽然圣诞节还没到 不过这只狗狗 已经得到了 它此生中最美的礼物 就是一个永远的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